又是未來和大家開箱玩橫箱店的玩具 今天想和大家玩的這隻 都蠻純真和蠻的色的 就是Kamen Rider Anc Zero 那個叫什麼 《假面騎士01》裡面的 應該是Anc One吧 我們來看看 我其實最喜歡玩開箱 SHF 因為比例夠小 看到寫著滅亡心類 這隻真心覺得很酷 型到是偶電的 整隻都不用太多的聚屬 都已經可以出到那種邪惡的感覺 兩邊就是一張紙 說明書 兩個特效物件先看 這隻原來入手價大概400港元左右 也有 就是兩張 這樣 那 好了 紙看完我們就看其他 那這隻是屬於 東系手銀公司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藍本 即是那隻 Uncle One 即白石那隻 已經估計安排在路上 時間問題 因為這隻其實 那隻跟這隻 沒有太大區別 就是腰帶其實都差不多 直接拿回這隻來改武 都可以 那這隻在劇中是類似被電腦入侵了 之後以人工致立 生成的一隻 邪惡的假面騎士 那我們來看看配件方面先 配件方面有這一堆 首先一支 拋長了的 這個是不是弓箭 還是 這個我真的不太 這條紫色的我真的不太知道 那就是一把弓箭 那就是一支散彈 那還有就是一支手槍 類似不破之手槍 類似不破之手槍 那手型 手型都是那些 是換湯不換肉的 那手型這次我覺得有點差 大家看看有些肉的 比較肉的 那我們直接看看本體 本體方面 整隻用了一種燒光黑 還有亮光黑 這種就是亮光 就是拋光 整隻很漂亮 那這隻要注意事項 我覺得有幾個 首先是頭部這三條紫 1 2 3 是很容易斷的 還有這條天線 雖然軟膠 但是可動性OK 久了會不會斷呢 這個要經時間去驗證 才可以去衡量 目前是OK的 那防儀式方面 做了在上空 還有兩條腰帶這裡 那我和大家開箱玩完 我才撕這張紙 就 拉近 遠一點給大家看 免得太近 整隻的細節是OK的 整隻的細節是OK的 這隻其實很適合在工廠內拍的 但是 都是那一句 注意這隻角色就可以了 那 J-Low 1 其實很多隻都很型的 好像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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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光 亡蟲 我覺得都OK 那 那 這隻 你看看 那一棟 頭 那一棟 那一棟 左右另一棟 那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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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擺姿勢拍照的 那些是夠用的 我個人覺得是 那這棟 作為這麼型的角色 出SHF 是 他 在劇中一出來 基本上都猜到 他一定會出的 時間問題而已 那就好了 那看雲展的公佈圖 亦都是公佈了 Uncle One 即是白色那一棟 那我也蠻期待 到時候一起買一買 那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下棟 這裏有些可動差 那但是 角花葉角眼 我個人覺得勉強是夠用的 那腰帶的細緻 也是 銀色加中間透明 這裏呢 是幾 用心的 那不算太過 即是成色太差 我個人覺得是OK的 那老實說 雖然說 這棟是出在SHF 但是我覺得那些質感 其實都有點像真骨 那這條管是白色和黃色 那上色有點差 尤其是黃色是大便王 那眼睛有做一點紅色加白色一點 那因為整隻東西是人工智能電腦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整隻東西比較偏的機械感覺 那換上手型 手型方面其實都是跟標準的SHF一樣 直接拔 然後插回去 那這雙鞋子 那這雙鞋子 那其實看起來有點像那些人的 那個叫阿Didas那些球鞋 那就好了 那整隻東西都質感OK 不錯的 那好了 今期視頻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呢 拜拜